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情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就是给人家的气氛 是真是很紧张的 就是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我还听我爸爸讲过一件事 他以前是游戏的那个包工 然后包到那个228公园的时候 那时候是新公园 那不晓得为什么是谁给他弄 就喷上的那个简体字 只有喷了简体字而已 结果后来阿公啊 阿公就是我爸爸 就立刻被叫去调查去问 没有言行考大 只是写了简体字而已 所以那就让我们觉得说 好像很多事情不能随便做 好险他平安回来 那讨论228会让你很紧张吗 紧不紧张啊 紧张会有一点 我紧张的点是因为 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 会不会对人家的痛处很不知道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人的后代 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 有没有给你冒犯 侵犯到他们 要不然真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 也是因为我觉得 也是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非常清楚的描述 陈述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 所以我也没有很深刻的感受 相反的哦 像我们听到那个南京大屠杀 你还非常有感觉 因为课本上一直讲一直讲 说哇那日本人来枪杀了什么什么 这样子什么 就觉得哇日本人好坏好坏 那我们听到这个舞台